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流行哇哇哇,我是王峥 色彩缤纷,造型可爱的饭后甜点 总是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 那配合狗年,本地有商家就推出了狗狗造型的冰棒 希望可以吸引年轻顾客 另外也有业者则是同样利用冰棒的棍子 玩起了新花样,推出可爱的卡通人物造型的蛋糕冰棒 那这个星期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夏珊珊一起来了解 来自泰国的糕饼店April's Bakery 近期推出了子品牌i-bin 售卖造型独特的冰淇淋 由于今年是狗年 店家就推出三款狗狗造型的冰棒 包括伯爵茶口味的黄金猎犬 阿华田口味的科基和奶油曲奇口味的斑点犬 不论是眼睛、舌头还是鼻子 甚至连脸上纹路都格外逼真 让人不知道该从何下口 负责人透露i-bin是爱兵的谐音 他们希望通过制作优质的冰棒 让更多人认识泰国美食的另一面 因为CTI是在这里的狗狗 所以我们选择狗狗 去表演我们的队 去祝福中国新冰 和我们的新加坡人 我们在标准了一群的孩子 最多的孩子喜欢狗狗 所以我们认为狗狗 我们希望狗狗会联系 和帮助我们进入客户心中 为了研发精致的狗狗冰棒 筹备过程就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我们的记者就品尝了一下 那刚才呢 我们看到这么多狗狗造型的冰棒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那我手中这个就是 我刚才选择的一个 科鸡犬造型的狗狗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店家了解一下 它是由什么制作而成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告诉我们 这些材料是用的吗 这个是泡沫的味道 所以我们用了一层的冰箱 鼻子是黑巧克力 那现在呢 我就要来试吃一下了 首先就要去掉这个纸 那我可能就先试一下它的耳朵 其实是吃到蛮浓的巧克力的感觉 还有牛奶的味道 所以是糖的製作吗 那我现在就来试一下 可能吃吃看这个舌头的部分 其实是吃不出来有 就是只有巧克力的感觉 那其实现在看就 还是很可爱 那除了狗狗造型的巧克力冰棒 爱兵呢还主打的水果系列冰棒 也是非常的养眼 我们一起去看看 椰子 香蕉 芒果 榴莲 这些都是用精挑细选出来的 顶级水果所制作出来的水果冰棒 除了追求口感 店家也以水果原本的形状做外形 负责人表示 由于这些水果冰棒所使用的原材料 都来自泰国 相比在本地制作 在泰国当地工厂制作好后 在运来新加坡更为方便 那同样是利用冰棒的棍子 本地还有业者推出了卡通造型的 蛋糕冰棒 并且开设工作坊教导公众 如何在棍子上也可以玩出新花样 从卡通人物寻求灵感 这些就是由这家位于红山的烘焙房 Charlisa Bakery Studio 所推出的蛋糕冰棒 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烘焙师介绍 蛋糕冰棒 其实就是在冰棒的棍子上制作蛋糕 它在国外非常流行 但在本地是近期才慢慢兴起 其实它的做法和普通蛋糕差不多 但由于体型不大 因此可以发挥的空间也非常小 那现在我们就向烘焙师来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做出 这么可爱造型的Kick Circle呢 所以可以先跟我们讲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做出 这些卡通造型呢 OK 今天我们要做四个卡通造型 所以我们今天要利用可食用的翻糖 然后软色来做出它们卡通人物的外形 那这些都是今天会用到的颜色 我们今天做的是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当然小孩都可以很容易地上手 有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捏出那个造型 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来制作出我们需要的形状 还有那些模型 那可能可以请教一下是怎么样想到要来这 就是在这里开设这样的课程 其实这个Kick Circle在社交媒体上 其实越来越流行 而且可能是主要是在新加坡 并没有很多人在推出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一个课程 然后不会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比较可爱和吸引的一些 造型来吸引大人跟小孩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我们刚开始我们的烘焙室 其实也有提供一些订单的服务 然后可是越来越多人都在询问 他们想要自己学 然后做给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者生日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所以我们就决定试着开下一个工作坊 然后我们就反应不错 所以我们就越开越多这样子 那一节课可以有多少个学员来学呢 我们大概会有6到12组大人小孩 然后那个过程大概3到4个小时 那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OK 制作CXC最困难的地方是 我们需要将那个蛋糕裹着融化的巧克力 然后因为那个巧克力比较敏感一点 我们在裹的时候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所以这个对心上手的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你们研究出比如说一个新的卡通造型 要花大概多久的时间 首先我们会跟烘焙师进行沟通 然后我们再勾画出我们想要那个造型 然后我们就会制造那个样本 所以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所以这四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完成的作品 那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到这里来学习如何做出可爱的CXCO 那这么精致可爱的甜点 是不是光看着就要流口水了呢 那这一期的流行娃娃娃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